泛美美洲区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将于7月中旬 在南美洲的秘鲁开赛 美国代表队将会派出最强的阵容参赛 这次选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羽毛球爱好者 和奥运会金牌教练来参加 25日开始 为期4天的选拔赛在洛杉矶爱尔蒙体育馆热闹开始 请看报道 为期4天的国际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美国预选赛在上周末的洛杉矶羽毛球馆举行 来自全美各地的青少年选手 角逐泛美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的入场券 每年2月总统日周末举行的 国际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预选赛 和7月举行的全美青少年锦标赛 为全美两大青少年羽球盛事 这次选拔赛严格按照正式比赛的要求 分为11至19岁5个不同的年龄组 每个组又分男单、男双、女单、女双 和混双5个比赛项目进行 选手将经过循环赛和淘汰赛 争夺各组别的单双混奖项 优胜者还可以代表美国参加 7月在南美洲秘鲁举行的泛美比赛 这次预选赛参赛的选手数量比去年有所增长 不仅吸引了很多经验丰富的青少年参赛选手 更有奥运金牌教练助阵 我喜欢打羽毛球 因为它是一个很快速的运动 然后整天要动 我来这个比赛是因为我要进Penham 可是还是因为我就要跟那些很高水平的对手打 像另外那些比赛可能没有那么多高水平的 所以我来这儿我每一个都是打得很好的 我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打羽毛球 然后我慢慢就喜欢了这个运动 我非常喜欢带USA去打这个泛美比赛 我已经打过了三四次了泛美 我觉得可以跟很多coach一起去比赛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光 环球东方卫视记者Robin报道